嗨,大家好,我是邦妈 你们想我了吗?我老想你们了 又被大家催更了 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的厚爱 上周吃的杂粮比较多 明天给孩子们改善伙食 自制炸串 小伙子们看到顾鸡又要问 阿姨,一人几个呀 准备的材料有鸡胸肉和鸡翠骨 鸡翠骨好贵呀,两斤都60块钱 把鸡胸肉先切成片 再改成四方块 炸串好不好吃 主要是腌料 我妈给您分享用最家常的调料 做出味道特别棒的炸串 配料有 盐,黑胡椒粉 生抽,糖 蜂蜜,洋葱 大蒜和辣椒面 为了做出和孩子们胃口的食物 我前几天提前先下厨尝试做了一次 我们家老大说 妈,你可以批量生产了 那我就知道了 妥了 今儿赶快安排上 腌制两个小时后 穿起来 如果不着急 最好隔夜后再穿 我对做饭的一直都不怕麻烦 但是穿串例外 这真的是一件既费功夫又很麻烦的事 此时此刻我太能体会 卖串的不容易呀 真的是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穿了三十几根 穿了我这会儿手都是疼的 大家周一早安 今天好冷呀 虽然前几天还暖和 最近又降温了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二度 像我这九十斤的小身板又没脂肪层 感觉已经快冻成冰块了 孩子们放学也是一进门 就赶快手扒拉到暖气片上 今天的午餐呢 就给孩子们做一个热热乎乎的酸菜鱼 开胃下饭 吃了全身暖和 酸菜鱼呢 很多人都喜欢 但是在家里呀 我们始终没有餐馆做的那么好吃 是吧 巧了 小姨以前在餐厅后厨绑过忙 可是学到了做酸菜鱼的精髓 今天呢 就教大家做味道正宗的酸菜鱼 做酸菜鱼 鱼种有很多 相比较而言呢 黑鱼的肉质紧实又少刺 最适合做酸菜鱼 买了两条黑鱼 14块钱一斤 差不多两条是6斤多 让老板提前帮我已经骗好了 鱼洗不干净 腥味很大 先进行第一次的冲洗 把鱼头和鱼骨先清洗干净 再把鱼片清洗干净 两条鱼片下来这么点精华 酸菜鱼清洗干净后 切成短节 再切上一点 泡萝卜和泡辣椒 今天的主菜 酸菜鱼 红薯粉炒肉片 还有炸串 两个素菜 配菜都准备齐了 鱼片再进行第二次的清洗 加上盐和啤酒 淡水鱼的土腥味大 加上啤酒能遮盖鱼片的腥味 抓捏至粘手 你们看鱼片黏黏的 倒清水 再次清洗干净 同样的方法 把鱼头和鱼骨再次清洗一下 鱼肉经过二次清洗 一点腥味都没有 腌鱼片需要的调料有 盐 白胡椒粉 生姜汁 抓捏至肉片入味 再加少许的淀粉 淀粉不要加的太多 薄薄的一层即可 最后再来点油 少许的清油和一勺的猪油熬化 炖鱼时加猪油 屈腥效果特别好 而且鱼肉更鲜嫩 鱼骨下锅煎一下 就像我们熬鲫鱼汤呀 下锅煎鱼 熬出来的汤白更香 煎至鱼骨呢 两面微滑 盛出 少来点油 把酸菜炒香 炒出酸菜的酸香味 再加开水 加上胡椒粉 糖和盐调味 鱼骨呢 刚才已经煎熟了 下锅呢 五六秒 就可以盛出来了 酸菜和鱼骨 都盛出来 最后把腌好的鱼片 再下锅 鱼片很容易熟的 颜色变白 就可以捞出来了 浇上酸汤 还差酸菜鱼的精髓 撒上干辣椒 花椒和蒜末 热油泼在鱼片上 哇 这声音也太治愈了 满污飘香 油温五成热 下锅炸串 火不要太大 以免外面焦了 里面还是生的 如果再被投诉 托管干不成了 我就去摆摊卖串 咱有手艺 不怕 涨自然粉 建议大家收藏 这个方子做出来的炸串 真的是太香了 我们的素菜也出锅了 黄瓜炒鸡蛋 本来今天的红薯粉炒肉片 也是重点分享的 不料中间没有露泉 该打 下期专门做一期 来一块黄油炒化 炒一盘青菜香菇 黄油炒菜 奶香味非常的浓郁 我一般用总统黄油比较多 味道更自然 香味也更清新一些 今天的五个菜 一个汤准备齐了 您看着香不香呢 阿姨 咱吃什么呀 今天这还有串的 一盐几个串 村菜鱼串 两个串 你两个串 再拿一个串 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 先给你打米饭 好的 烤的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嗯 嗯 好了 阿姨 就是吃了不是 你能想用我 我还吃 我还要一个 我妈 说出了 我说 我说 阿姨这个串 我回去跟我妈说一下 你给你妈说 我给你妈撕些 真好 哈哈 阿姨的两包 我给你 你给你 红薯饭 你没吃过 你妈给你做的对没 可以不用 鸡蛋鱼